在生活中 我们经常会听到这样一句话 什么样性格的人 就会认识什么样的朋友 什么层次的人 就会得到 那个层次的友谊 人生是没有捷径的 我们走的每一条路 都是凭着自己的能力 才能站得更稳 走得更远 在人和人的相处里 除了血缘关系和爱情 我想大致可以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 常年交心的好友 拥有着坚实的感情基础 那个人见证过 你人生里低落的沉寂 和耀眼的光芒 不离不弃 第二类 是单纯的互为利益关系 公平的交换 第三类就是 可能通过职场相识 利益上较好的融合关系 以至达到后来的交心 也能够成为彼此的知己 所以今天想要来跟你说这样一个故事 小苏算是在我的朋友里 交友最为广泛的一个了 无论是各种公司的老板 还是认识的富二代 或者以前学校里大部分的朋友 都能在他的朋友圈里见到 也总是能够跟他在某某的朋友圈里 来一次偶遇 他每天的社交都很繁忙 不是约饭 就是唱歌儿宵夜 然后往朋友圈发一对合照 一副其乐无穷的样子 他就是大家口中所说的 在朋友圈里活得很好的人 每一次跟他喝茶吃饭 他都是绝对离不开手机的 翻着一条又一条的朋友圈 点赞或者评论 所以我就问他 我说你天天这样给各种人点赞 难道不会觉得累吗 他一副老成的样子回答我说 你呀 这就不懂了 这年头 朋友圈 就是我们拓展社交很好的工具呀 你看 每一个人发朋友圈 不就是为了 有人给他评论 给他点赞吗 我满足了他们这样的心思 露露脸 说不定以后有什么事 他们就会关照起来 想起我 他跟我说这些的时候 我也没有想太多 只是觉得 每一个人的生活方式和想法都不同 不过有一点能够肯定的就是 圈子不同 无法强容 即使你点光朋友圈里面的所有赞 也不能 因为我们生活里的很多问题 都是没有捷径的 直到后来 小苏就职的公司 需要推销一款 存货量比较大的产品 这个任务自然就落到了 看起来 人卖很广的小苏头上 他自以为也没有什么问题 于是他搜索到朋友圈里 所有做采购的朋友 希望可以从他这边拿货 小苏找了很多人 但得到的 却是各种各样的拒绝 有的人跟他说 我们公司跟供应商合作了很多年了 一般都不会换 也有人告诉他 这货图的太多了 有需要我们再找你 所以其实这种点赞之交 事实上只不过是无用的社交 你以为自己认识了很多人 但那只不过 是你以为而已 我记得我曾经看到过一句话 说等价的交换 才能换得等价的友谊 看起来很残酷 很现实 但事实真的如此 一年前 我刚好开始写文章 于是就陆续地 认识了一些做媒体的朋友 一个圈子里 不外乎有厉害的人 也有一些默默无闻的 有沉默专注做事的 也有靠着讨好 各种攀关系的 当朋友圈里面 家的人越来越多 你就会发现一个现象 只有地位相同的人 才会真正地聚集在一起 才会互相点赞 评论 甚至见面交心 来说这么一件事 我还记得前几天 参加了一个高中聚会 其实直到出了社会 才会发现 原来曾经同窗的很多同事里 也深藏着个种富二代 有的家里是开公司的 有些是做高官的 因为大家很多年没见 所以即使重新见面 每个人之间 也都还是有点陌生的 这个时候 小心的各种交谈 就显得突兀起来 但热衷地周游 在每一个同学之间 谈笑风生 特别热闹 我听到最多的 他说的一句话就是 以后有什么事 记得关照一下 最初我们都以为 可能是他热情的性格 直到后来 因为跟一些同学的重遇 大多都有加到 每一个人的微信 才发现 他只会对一些家里有钱 或者是已经在社会上 混得有头有脸的人点赞 后来几个同学 坐在一起才知道 其实并不只有我发现了这个现象 甚至在座的有一位 家里开公司的老陈 他就说 有一次不知道为什么 小心忽然给我打电话 说要跟我谈心事 然后几乎说了快两个小时 我也不好意思挂 我想 我跟他也没那么熟啊 都几年没见了 忽然要跟我说心事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都很清楚 我们都知道 谁是真心 或者假意 走进自己身边的 当然我也并不是说 这样的社交手法有对错之分 但是在这个势力 却有格外公平的社会里 与其讨好 倒不如让自己强大起来 成为那个 在绝处中发亮的镜子 我们都会发现 在这个摇一摇 就可以摇出朋友的年代里 社交好像 变得廉价起来了 只要加一个微信 在朋友圈评论点赞 那么就可以误以为 大家能够成为朋友 殊不知 这些都仅限于认识这个层面 曾经我特别不理解 我爸爸的一些想法 他是一个生意人 但是他很少 费尽心机地去社交 而是全新地做好产品 在外人看来 也都不是特别理解 只是觉得 我爸因为性格比较高傲 后来长大了 我就问了他这个问题 他跟我说 其实 当你在一个行业 做出了一点成绩 别人都是能够看到的 而且会比你看得更深 更细 当别人看到你有这个能力的时候 他们就会主动地来认识你 靠近你 所以这不比你 费尽心思地去讨好别人 要好得多吗 更何况 当你跟别人不在同一个层次的时候 并没有多少人 会打心底力地看得起你 你的讨好 在别人眼里 也会显得特别廉价 所以你要做的就是 让自己 成为人脉 别弄那么多的小动作 都是没用的 甚至还会引起别人的反感 所以 这又让我想到了那句话 生活里 什么性格的人 就会认识怎样的朋友 社会里 什么层次的人 就会得到哪个层次的友谊 那才是所谓的 有用的社交 我们的人生没有捷径 走的每一条路 只有凭着自己的能力 才可能站得更稳 走得更远 所以 当你急着在朋友圈 频频点赞 评论的时候 当你急着去讨好 那些事业有成的人的时候 倒不如专心地做好 自己该做的事情 这比点赞和讨好 更有意义 毕竟 有句话说 你不可能通过点赞 去融进那个 根本不属于你的圈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要不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